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高雄是台湾南部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以其美丽的寺庙 令人惊叹的建筑和丰富的历史而闻名 有这么多的景点和活动 以下是高雄的一些顶级活动 参观佛光山佛陀博物馆 佛光山佛陀博物馆是亚洲最大的佛教博物馆之一 位于高雄 参观者可以探索博物馆令人印象深刻的手工艺品 艺术品和宗教物品收藏 并了解佛教及其对台湾文化的影响 探索荷花池 荷花池是位于高雄市左营区的大型人工湖 湖的周围是寺庙和宝塔 其中龙湖塔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游客可以乘船游湖 也可以漫步湖岸欣赏风景 参观博二艺术特区 博二艺术特区是高雄热门的文化中心 设有艺术展览 表演空间以及各种商店和餐馆 游客可以探索该中心独特的建筑 欣赏装饰周边地区的充满活力的街头艺术和壁画 探索高雄市立美术馆 高雄市立美术馆是艺术爱好者的必游之地 该博物馆收藏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当代和现代艺术作品 以及展示本地和国际艺术家的旋转展品 参观六合夜市 六合夜市是高雄最大、最受欢迎的夜市之一 游客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当地美食 包括海鲜、街头小吃和传统台湾菜肴 市场已是购买纪念品和当地工艺品的好地方 乘坐高雄之眼摩天轮 高雄之眼摩天轮是市中心的热门景点 游客可以乘坐摩天轮 欣赏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全景 参观光之穹顶 光之穹顶是位于高雄捷运站的一件令人惊叹的艺术品 该艺术品由4500多块彩色玻璃组成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最美丽的玻璃艺术品之一 探索柴山风景区 柴山风景区是一个位于高雄郊外的美丽自然区 游客可以徒步穿越群山 欣赏周围壮丽的景色 还可以参观附近的寺庙和历史地标 参观高雄国家体育场 高雄国家体育场是位于市内的世界级体育场馆 游客可以参观体育场 了解它的历史和意义 还可以欣赏现场体育赛事和音乐会 高雄是一座拥有丰富文化、历史和自然美景的城市 有这么多景点可供选择 游客一定会找到符合他们兴趣和品味的景点 无论您是对艺术、历史还是户外探险感兴趣 高雄都能满足您的需求